马六甲州选有很多的破天荒还有第一次 那比如说竞选期最火最多人期待的这个造势演讲 因为疫情的关系如今是破天荒 通通都从线下搬到了线上进行 那再来这也是我国史上第一次 同一个屋檐下在中央组织政府的政党 在州选上却要成为敌人互相对打 那国门跟国阵在部城是合作伙伴 但是现在在马六甲州选上 他们是要打倒对方的敌人 大家都想看在这么微妙的关系之下 国门跟国阵在竞选期又会怎么来唱衰对方呢 那会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还是说会在选战战场上六亲不认呢 毕竟对对手仁慈就等于是对自己残忍 昨天国门第一次就重拳出击了 国门两位大佬慕尤丁还有哈迪亚旺 在造势演讲上就发炮抨击国阵 说他们极端不道德 反正就是没有再客气 也没有再给对手留面子 马六甲州选国门的线上造势活动 在民阵党党歌 一党党歌 和土团党党歌 轮流唱完一轮之后 正是拉开许幕 当然二三线领袖出来暖暖场子讲完之后 大家最期待的 当然还是要看一党老大哈迪 和土团党老大慕尤丁的压轴奖 哈迪开奖先是开猛 国阵这六十几年的老招牌又旧又极端 大家是时候丢掉了 还说武统真的可不道德 总爱搞事推翻政权 推翻了慕尤丁的政权之后 现在就连自家人掌权的马六甲州政权 也要推翻 哈迪骂武统到处推翻政权很不道德 而接着开奖的慕尤丁也一样开骂 武统只顾自己的政治利益 弄垮国盟政府 马六甲州政府还推倒了霹雳州大臣 慕尤丁说在顾权大局方面 国盟就和武统不一样了 因为如果国盟真的要报复 随时都可以在武统只有两席优势的 柔佛州政府策动倒戈 弄垮武统的柔佛州政权 但国盟没有这么做 如果我们是要缺乏 在我们的重要性化 我们的重要性化 我们的重要性化 我们可以在国家 我们可以在国家 只要需要两个人 从国家出 所以就要把国家的国家 说着说着 慕尤丁还意有所指的提到 国盟和巫统还有一点不一样 那就是国盟拒绝滥权贪污 因此他将在这几天内 要求所有国盟候选人 签署反贪腐的同意书 以证明国盟拒绝贪污的决心 我都不值得下来 如今未来等待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